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7号 已经是周五了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都说几乎每一位打工人 都有过被便利店治愈的时刻 如果有一天下班后的 你走进的是一家无人便利店 你的满身疲惫还能被治愈吗 不久之前 便利店巨头之一的全家宣布 他们将要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在日本开设大约1000家无人便利店 那这样的推进规模 对于便利店大国 日本来说还是头一回 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无人便利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和我们的想象会有哪些不同 在几条商业科技动态之后 我们将会和你一起来关注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之前的早咖啡当中提到过 亚马逊这个电商巨头 要布局线下的百货店了 那除了亚马逊 国内电商巨头京东 也要开他们的线下百货 9月14号京东宣布 他们旗下首家实体百货店 要落户西安 将会在9月30号 也就是赶在11黄金周之前开业 这家百货的名字叫京东More 不仅有数码电器等产品 还包括了儿童液态 家装 乐器等系列产品 事实上这并不是京东第一次向实体进军 在之前 这家电商巨头也推出过 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 等多种类型的线下门店 它也曾经通过收购一号店 百分之百控股华冠商业等方式 将实体业态收于麾下 在国内 从线上开始往线下布局的 也不仅仅只有京东一家 2018年的4月 阿里在杭州西西园区 开了一家线下购物中心 叫做清城里 2019年12月 河马旗下的新业态 河马里穗宝购物中心 在深圳连堂开业 相比于清城里的从无到有 河马里则是通过改造 深圳的老牌百货 穗宝的商超而诞生的 京东要在西安开线下百货 而名创优品 要将他们的旗舰店 开到纽约了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名创优品今年呢 要在纽约开设一家旗舰店 同时他们在美国的门店数量 也将会增加接近一倍 按照名创优品负责海外业务的 副总裁黄征的说法 名创优品就是想要抓住 现在美国租金下降的优势 他预计名创优品 在美国的门店数量 最终能够达到几千家 这其中比较以人关注的 就是他们11月 要开设的首家旗舰店 会位于纽约的Tangram商场 这也是华人常去的地方之一 名创优品8年前 在广州创立 去年的10月15号 在纽交所上市 名创优品在全球 拥有4800家门店 在美国的门店数量 不到60家 相比美国的DollarTree 等等大型低价零售上的 规模来说还是很小 与中国近3000家门店的规模 也无法相提并论 下面再来看看国外的消息 一年一度的 苹果秋季发布会 终于又来了 北京时间9月15号的凌晨 苹果召开了线上发布会 iPhone 13 如期发布 iPad和Apple Watch 也迎来了更新 那这一次呢 以iPhone 13为首的新硬件 好像也并没有给市场 带来出人意料的惊喜 比如说这次发布会的重头戏 是iPhone 13系列手机 看起来和12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人们观察到的 只是刘海面积缩小了 以及在硬件方面 搭载了一个全新的 A15仿生芯片 相比之下 iPad更新幅度会更大 芯片 摄像头 屏幕等等配置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那至于最重要的升级呢 就是全新iPad 支持视频时候 人物居中的功能 它的摄像头呢 可以根据用户的位置 来进行移动 这样就可以让被拍摄的人物 始终居于画面中央的位置 另外一个惊喜 则是iPad mini 6的发布 毕竟距离iPad mini 上一次发布的第五代产品 已经过去两年半了 而让不少人期待的 MacBook Pro和蓝牙耳机等等产品 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 却并没有被提及 另外一个有趣的变化 就是苹果官网 在iPhone 13系列的宣传页当中说 今年将不再使用塑料膜 包裹iPhone 13系列产品的包装盒 从而可以达到 少用塑料600吨的目标 还记得特斯拉在2019年发布会上 让人惊艳的电动皮卡 Cybertruck吗 我们迟迟没有等到 但是另外一家创业公司 Rivion 却抢先宣布 要成为第一家 将电动皮卡 推向市场的公司了 9月14号 Rivio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carin表示 这家公司的首量R1T电动皮卡14号上午 在伊利诺伊州一家工厂市下生产线 这家公司的发言人表示 R1T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美国环境保护局等等部门的监管批准 首款电动皮卡准备在美国所有50个州销售 这位发言人并没有透露 关于产量方面的计划 以及第一批交付客户的信息 R1T将会搭载16英寸的屏幕 独立空调温度控制 后排6.5英寸的触摸屏 可选择加热和冷却座椅 全景天窗和内置WiFi热点等配置 另外它的房屋表面和易于拆卸的地板垫 都更加迎合它们偏向越野的实用性的需求 Rivion创立于2009年的6月 除了首批产品R1T纯电动皮卡 以及R1S电动SUV之外 这家公司还将会为亚马逊提供纯电动物流车 今年早些时候Rivion宣布 已经完成由亚马逊福特汽车公司 普信集团等等公司 以及机构领头的25亿美元融资 这也使得这家公司 从2009年开始的累计融资额 达到了105亿美元 在电动皮卡领域 Rivion这家初创公司 有希望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取得先发优势 下面要来和你关注一下无人便利店 其实在国内这也不算是很新鲜的概念了 从2016年亚马逊推出Amazon Go以来 国内巨头以及初创公司纷纷入场 涌现了一大批各种形态的无人商店 不过在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里 大量无人零售店关门停业 让人们一度怀疑 无人便利店是不是个伪命题 而现在便利店巨头之一的全家宣布 在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要在日本开设1000家无人便利店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些巨头总想要开无人商店呢 我们马上和你来一起关注 根据日经新闻网的报道 全家将会在2024年底之前 在日本开设大约1000家无人便利店 和普通门店一样 他们的无人店可以经营大约3000种的商品 根据报道 另两家便利店的巨头711和罗森 也都在加速测试无人支付系统 推进无人便利店的应用 另外根据CNBC的报道 亚马逊在上周宣布 他们的无人收银技术 Just the Walkout 将会在明年登陆亚马逊旗下的 Whole Foods全食超市 便利店我们并不陌生 而这些巨头正在布局的无人便利店 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不妨一起走进一家亚马逊的 Amazon Go来体会一下 作为一名顾客 走进店之前 你需要下载Amazon Go App 注册登陆账户之后 生成一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扫码进店了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像光任何超市一样 选购想要的商品 只不过你的每一个选购动作 都会被头顶上无数的摄像头 传感器 以及背后的深度学习 和人工智能技术追踪捕捉 那在你选购好商品之后 你会发现 在店里根本找不到收银台 那你要做的就是 带着你选购好的商品 直接离开 那你通过出口之后不久 你的这笔购物账单呢 就已经从亚马逊账户当中 自动扣除了 而支撑这一套 无人购物体验的技术 也被亚马逊称为 Just Walk Out 拿了就走 这一切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但这背后凝结着 电子支付 生物识别 芯片与感应 以及物联网等多重技术 是一项成本高昂的业务 而且回报周期也很长 那么为什么无数的公司 都想要打造无人便利店呢 根据前瞻研究院的分析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 和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 越来越多的实体零售商 都在寻找提高业务运营效率的办法 同时人们的移动支付习惯 也已经养成 再加上近些年来 线上流量的增长逐渐放缓 于是线下实体的流量 也开始重新得到了重视 而开放货架 自动贩售机 无人店等等进场入口 也成为了各家零售商 货客的必争之地 那么现在无人便利店 发展得到底怎么样了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美国的主要玩家亚马逊 根据他们的官网显示 现在全美处于营业状态的 Amazon Go 门店一共有18家 除此之外 他们的Just Walk Out 无人购物系统 也在Amazon Go Grocery 和英国的Amazon Fresh商店 以及一些第三方零售商的商店里 实现了落地 另外根据CNBC的报道 就在上周 亚马逊宣布 明年将会在他们的两家 Whole Foods全时超市 落地他们的Just Walk Out系统 这也是对这套系统 在大型超市当中 运行效果的最新测试 根据彭博社之前的报道 亚马逊的计划是 到2021年 能将Amazon Go的门店 扩展到3000家 不过现在看来 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另外再来看看 便利店大国日本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 2018年 日本711与NEC合作 尝试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 无人店 2020年的2月 罗森在日本川崎市 开设了他们的 首家无人便利店 顾客也需要先下载App 进店选购商品之后 直接离店 商品会自动地 通过App里 绑定的信用卡来结算 而打算在日本开设 1000家无人店的全家 他们所使用的运营机制 也和亚马逊类似 只不过全家的店内 会设置专用的付款终端 顾客带着商品 走到终端设备前 就能够在屏幕上 看见所购买商品的 名称和金额 你可以选择电子货币 或者是现金的方式来支付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一下 日本人还是非常习惯 使用现金的 这种方式 既可以省去 读取调形码的麻烦 也不需要提前准备 应用程序 或者在进店的时候 进行任何生物体的认证 对于已经有超过 5万家便利店的日本来说 由于人口的减少 今后日本人手不足的问题 也将会更加严重 开发新的店铺形态 也成为了 日本零售业的当务之急 接下来我们看看国内的 无人便利店发展情况 从2017年初开始 中国的一些企业 就开启了对于 无人便利店的探索 除了阿里 京东等行业巨头之外 还有以-24 深蓝科技为代表的 新兴人工智能企业 都在布局这一领域 根据沙利文研究院的分析 国内的无人便利店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便利店形式的 开放货架 另一类是 无人货柜形式的 封闭货架 开放货架就是对传统便利店的改造 通过RFID 也就是俗称为 电子标签的射频识别技术 和人脸识别等技术 完成购物流程的自动化 封闭式货柜便利店 则是用户通过类似 无人零售机的货架下单 由机器币或者是智能硬件 完成烹饪 库存盘点等工作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7年底 全国无人零售货架 累计落地2.5万个 无人便利店200家 无人零售市场的融资金额 一共超过了40亿元 但是仅仅过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很多无人店就开始纷纷倒闭 连锁的无人店停止扩张 有些无人便利店 直接改成了传统便利店 整体的市场都处于收缩状态 虽然后来由于疫情 催生出了大量无接触服务的需求 一些专注于无人货柜形式的玩家 开始挖掘新的机会 但是去年底 瑞幸咖啡宣布 退出无人售卖机 瑞华钻业务 他们的理由是 要使其盈利 需要持续性的规模投入 这也就意味着 除了投入真金白银之外 无人零售的玩家们 必须拿出点真本事 那么影响无人便利店发展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是运营成本 和人们想象当中不同的是 无人零售虽然省略了 收银员这个人力成本 但是营销补货 整理货架清洁等等工作 仍然需要人工操作 再加上无人店技术成本非常高 使得这种形式的运营成本 并不比普通的零售店低 而像亚马逊的Amazon Go 阿里的陶咖啡这些店铺 更像是巨头们不计成本的实验 根据摩根·史丹利的估计 开设3000多家Amazon Go 亚马逊需要花费30亿美元的成本 其次是技术的进展 无人零售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前沿技术 包括机器视觉 AI算法 自动支付等等 这类技术目前还并不成熟 研发成本也很高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分析 在国内除了阿里 京东等少数巨头 其他的初创公司采用的 都是二维码加感应器的 低端识别技术 这也就意味着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会受到影响 不仅简单的购物支付 会因为技术问题而操作失败 甚至在没有购物的情况下 扫码离开店铺也会出现问题 而要真正的实现 拿了就走这样的超流畅购物体验 对于很多科技公司来说 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探索 根据博斯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 到2025年 中国的无人零售市场规模 将会超过3000亿 如何让技术带来更加便捷 贴心的服务和消费体验 将会是这个领域 各个玩家破局的关键 说到这儿也想问问你 你以前体验过无人便利店吗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块来聊聊 今天又是个周五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一周我们的评论区 有哪些有趣的留言 周一社区团购这个话题里 灯泡说 只要还有社区团购平台在 本人的科研就还能做下去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灯泡你的研究项目到底是什么 感觉你的项目 肯定能点亮社区团购的未来 展力爵说 无数次路过实体店 一次也没有下过单 他说的是某家社区团购的实体店 原因是展力爵老师觉得这一家平台的logo 充满了随时会跑路的气息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设计元素 能够带来这种感受 另外上一期的节目里提到了 即将开启首个素人太空旅行的SpaceX Pineo One说 看来有希望能够在月球过个中秋节了 感觉好像一下子就变得浪漫起来 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 也希望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咱们下周一早上再见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各大平台给我们五星或者是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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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